民情報告雖未至於千呼萬喚 但恥出來了 官員一早就說沒有感情 但原來都尚有七情 七情六欲的七情 哪七情呢?逐一數 第一是國情 原來寫報告給阿爺要這樣寫 這就是阿爺看香港佔領行動的觀感 第二就是戰情 什麼戰呢?選戰 你會見到阿爺在這份報告裏面 其實都對梁振英相當有信心 所以你看到他一直不斷地放出一些聲氣 就是萬一政改不過的話 梁振英連任的機會 現在出了這份報告是高了很多 另外董建華的份量亦都相當重 你看到可能董建華仍然會有機會影響下一次特首選戰 第三就是軍情 國情 戰情 軍情 什麼軍情呢? 軍事情報 就是民間的情況 阿爺有意無意 都是想告訴大家 他是相當掌握的 特別是後面的千多個廣告 這都是一個相當重要 去顯示他相當掌握民間的情況 好了 再來第四個就是人情 因為我見到整份報告很刻意去說 就是這個學民思潮 學聯 做錯了什麼 亦都在說 周庸搞個坦野 特別是救救孩子 熱線 搞不定 這些是很刻意去強調是非 因為以往殖民地年代官員很少會這樣寫 尤其是林鄭 這樣訓練出身不會這樣寫 但今次是是非當人情 此為是第四程 第五程就是你見到今次都幾多劇情 都寫到幾滾聲滾影 第六程就是事情 事情記錄得很清楚 特別是連獅子山掛一個直番 其實都有放進去 特別有一段寫寫這件事 都是挺特別的寫法 跟以往不同 值得記錄下去 最後第七程 我覺得這份報告有少少內情 大家很介意這份報告的結論 最後寫了爭取普選案人大發生什麼框架 是共同願望 是市民 特區政府 中央的共同願望 為何還可以有共同願望 我覺得內裡 可能中央仍在掌握一些內情 是我們不知道的 會不會中央仍然覺得是可以救票 要通過的話 如果真的通過的話 會是哪些人是有機會會轉軚呢 似乎這份文情報告都是想向泛民 某一些人投石民怒 會不會中央仍然有錢 喜歡如果說的話 請忍和平民 影片堂下節目